为什么有人说我在为中路鞋洗白 前天我发了一条关于孟非斯为何不让鸭鸭提前回国的视频 视频内容说了些我自己对鸭鸭不能提前回国的大致看法和猜想 就是因为视频中的一句话 有人就说我是在为中路鞋洗白 首先劳烦您抬头看一下我的粉丝量 你要是中路鞋会找我来洗白吗 今天做这条视频不是要讨论我是不是在洗白 我近期一直在关注鸭鸭和乐乐的事情 你做了不止一条关于他们的视频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从一开始的全民都在指责孟非斯动物园 指责老美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网友把枪口指向了中路鞋 指向了林草菊 有点像之前新语的事件 一开始所有人都在和一学校有问题 这事情有可原的 毕竟事情出在学校 但是后来鱼类被带到了执法人员身上 甚至范围越阔越大 我们就好像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牵着鼻子走 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真有这条绳索 那牵纳的人又会是谁呢 舆论就正是被谁带着走 当然我并没有说中路鞋和林草菊是清白的 但是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 咱们的枪口不应该是一致对外的吗 就算是这两个部门真有问题 那背后出坏点子的不还是老美吗 有人猜测中路鞋拿了老美的钱 好是谁拿了 专家组可不止一个人 如果专家组都拿了 鞋会的领导层肯定也少不了 老美拿这些钱对待大熊猫不好吗 为什么非要虐待成这样以后 再出钱让你们作假 没有人评论 是因为老美拿我们的国宝做研究 那到底有没有做研究呢 当然有 本身的租界协议就包括了大熊猫的合作保护及研究项目 研究什么呢 大熊猫的基因繁育 饮食保护 疾病预防 以及野化生存等多项研究 乐乐就曾是孟菲斯动物员饮食保护项目的重点研究对象 至于老美有没有做其他的研究 真让中路邪气查 你觉得能查出来吗 如果我是坏人 我觉得制造并控制舆论 是瓦解一个团体内部团结非常棒的手段 当民众对公信失去了信心 就很难再建立起来了 当人民对国家失去了信心 就很难再团结起来了 你们觉得这又是谁最愿意看到的呢 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 铭枪按键我们都得防着点 如果看到这里 你还觉得这是一条为谁洗白的视频 好 那请您自便 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的人 从始至终我没有替老美说过一句好话 因为我知道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如果真有人做了对国家不利的事情 我相信我的国会出手 我也知道很多人提起老美的所作所为 都恨得咬牙切齿 这恰巧说明你们也恨爱国呀 但这已经不是小米加步枪 大刀砍鬼子的时代了 无形的战争可能已经开始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守住自己心里的那份信仰 相信他 给他一点点时间 谢谢 给他一下 给他点火 准备